上一集我們從泰國歷經千辛外苦 搭火車進入了遼國 身上沒有遼臂 手機沒有網路 連這條最新的跨國火車有沒有通行 網路上都查不到 搭計程車也遇到緊張的中途籃下 說到父母才放行 在發生了一連串奇怪的體驗之後 我們終於順利抵達 遼國萬龍了 我跟阿翔在四年之前騎車到遼國 留下非常多美好回憶的地方 這一次決定要帶70歲的阿翔爸媽上山下海 玩被萬榮最刺激的行程 今天我們要來搶先開箱 搭乘世界上最便宜的熱氣球 挑戰越野飆車 衝進泥巴還有溪流之中 沒想到我們把阿翔巴的冒險魂都激發出來了 到了晚上準備漏稅之後 整個村莊竟然完全 到底我們在遼國還會經歷哪些神奇有趣的事情呢 那這次帶父母火車跨國 我們繼續出發吧 好啦 那我們現在要去坐熱氣球 現在準備出發 現在是走的 現在5點20 對 要出發了 什麼東西這麼熱氣球 哇 你們發音那麼平淡喔 等一下要先表演一次興奮 才可以上熱氣球 好嗎 我剛剛問我一個問題 他問我說這個便不便宜 你猜猜多少錢 一個人 對 一個人 這邊是號稱世界上最便宜的熱氣球 這裡一個人是大概 3,600到4,000左右 大概120美金 你覺得好貴喔 那土耳其多少錢 土耳其大概300到350美金 大概要快要快100 哇 那我覺得10月3,000很便宜 我們台灣這個也是差不多這個價錢 台灣根本沒有真正的便宜 它只升空 等於定點的 它是不一樣的 哇 他們在測試中 哇 這火焰 這火焰高到大概兩層都高 熱氣球比想要大一笑 你不想說大超多 我以前一直覺得 差不多可能就房子這麼大而已吧 它躺著就比這個房子還高了耶 嚇了我好大一笑喔 超大 超大 快的 我們起飛了 他來了 他來了 我們 其實我覺得他們好像都不是用那種造景 熱氣球是用很平衡的方式很穩定的 它這個穩到它沒跟你講話 其實你甚至沒有什麼注意到它一直有在移動 我覺得我頂到底到底都不怕了 我是沒有很害怕 但是我的身體其實還是毛毛的 我有點害怕 我們已經起飛好高了 雖然你覺得它很安全 但這裡就像你在某個景觀台 然後你就站在它的圍籬旁邊 然後看著下面的高度 漂亮嗎? 漂亮 你們有沒有很開心? 開心 那我想問風景漂亮還是熱氣球開心? 熱氣球開心 結果還沒有看到很漂亮喔 我就喜歡你老實 我覺得太空屋了 不然好可惜喔 給大家看它這裡的環境 它是用籃子去裝的 其實我們現在看過去的世界滿漂亮的 我們算是被科斯特岩石山脈包圍耶 你去那種夏龍灣啊 看也是這種山形 我覺得這邊地形是很漂亮的 最大缺點就是太空屋了 空屋 空屋超嚴重的 好像是那一塊比較綠的 草皮比較... 對啊 比較長的那個跑道 對對對 其實熱氣球喔 比我想像更近太得多耶 有點像是你站在一個會煞車的景觀台 我們是不是已經到雲霧之上了 所以我們看東西才補 我們在哪裡? 寮國座熱氣球 有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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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MG 而且老實說 我不曉得是因為我吃 支氣管擴張的藥 所以手在抖 還是我現在是害怕手在抖 你現在往下看還真的是覺得 腳會有點冷冷的感覺 你也會嗎? 我還是會喔 我還是會喔 我還是會 他媽媽剛剛就突然輸出一句 對耶 熱氣球真的很熱耶 他沒有騙人齁 不像老婆餅一樣都會騙人 他有大船小船 他大船好像是 他大船一台 好大聲喔 他大船一台可以 他大船一台可以 他大船一台可以載10個人左右 小船大概3加2這樣 他好像就下腳了 是嗎? 欸 對耶 我們現在正下方是電線桿 唯一是電線桿 唯一是電線桿 你沒見我沒發現 我們會不會看到火花 但我們移動了耶 我們現在正在穿梭在村莊的上空 現在眼前很像小蘭菇 我都把你都變好小喔 欸 你們看那邊的屋頂好像餅乾喔 有嗎?別怕 有沒有?對啊 現在感覺要回到我們 接著下面的樹林 大概超近的 非常近耶 技術喔 秀技術喔 噢 噢 碰到了 哇 我們離宿好近喔 對 所以我就覺得這樣比較好玩 小船一直都是高的也不好玩 你看對面的熱氣球也是 滿在山裡面 快跳到水裡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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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翔哥可想了 對啊 我覺得他可能是故意的 其實這樣搭熱氣球 是真的會愛上熱氣球 覺得滿好玩的 他可能會拋繩子 然後讓他們把它拉起來 我在踩 喔 真的假的 我覺得應該有 欸 真的耶 然後他們比較好控制啊 我要落地了 我坐下 他說我們大概擺了55分鐘 最常好像可以飛到一個小時以上 我覺得也OK了 欸 那我要問大家一件事情 熱氣球無聊嗎? 不會啊 不會啦 我覺得滿值得體驗的 而且這邊價錢我覺得很OK 假設真的有經過的話 我是覺得可以來這邊體驗看看 那5分你給幾分? 1 2 3 好 那我給它4分好了 3.5 4分 快點 平均是不錯 因為我們4個都是第一次體驗的 有氣球 你假設天氣好一點的話 它這邊的山形其實是漂亮的 喔 超美耶 跟空屋有很大的關係 美爛了 剛剛那個先生跟我們說 我們就說假設下雨他們可以飛嘛 他說只要一點點小雨 他們都不接受飛 不用談說大雨了 他們只要是雨季啊 那段期間工作就是停擺 他們就直接不walk 好 那我們現在行程結束了 大概8點就結束了 他就回去住宿店 再去睡個會兒 我們就要休息一下 然後想不到一起去其他行程 因為其實萬榮這邊行的 都是以刺激水啊 膏啊會煮 我覺得其實它是一個蠻適合喜歡冒險的地方 然後我們下午行程喔 我是跟我爸爸去借越野車 然後去彈血 啟動 好嗎 找到 謝謝 耶 KOM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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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都超黃點耶 太大招 你這樣我好害怕喔 我把他後面的船子迫洋 我把他後面的船子迫洋 欸欸欸欸欸欸欸 欸欸欸欸欸 嘿嘿嘿 看到臉了 白爛 玩笑的東西 玩笑就這樣玩了 上載車了 走 來囉 走 不笑喔 Oh my God 我發瘋 我發瘋了 我發瘋了很開心 車子都濕掉了 車子都濕掉了 會發嗎 會啦 我發瘋了 好玩喔 我就是到底想要當賽神仇 你也開得蠻快的吧 我當你開超好 你也是有賽神仇吧 雄翁 沒有雄翁 對 我多怕耶 掰掰 掰掰 超多回的 這聲音很好笑喔 他只要一騎動 他就是這樣 嗯嗯嗯 我發覺很像屁孩的聲音 不是他在踩油分 很久沒有這樣塞聲了齁 爸爸 你剛是沒有不敢把油分踩太深就對了 他其實 我覺得我的輪胎其實不是很正耶 你的輪胎正嗎 沒有很正 我也沒有很正耶 這個人被帶壞了 被他帶壞了 水水水水水 來到萬榮還有一個很厲害的景點 它是完全純天然形成的藍色西湖 神奇的是 這裡的湖水會呈現清澈乾淨的寶藍色 各國觀光客會特地來拜訪玩水跳水的好地方 這邊的南池3號是一個人20元 然後我跟肉依之前奇蹟的來的時候 我們是去萬榮這邊的布拉谷灣 那邊有個樹更高一點 然後這是3號的場景 其實3號看起來也蠻舒服的 然後很多人會在那邊點餐 我看滿多西方人來這裡也蠻開心的 好像那種真的叢林的感覺 這邊有魚耶 這邊那個水有魚嗎 欸 真的有魚耶 喔 好冰喔 很冰耶 喔 太冷了 好冰喔 很冰耶 好冰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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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喔喔喔喔喔喔 剛剛那個人走得遠喔 真的真的真的走耶 你看你爸身肉狠的 味花啦 會花啦 輕身的輕身的 輕身的 加油 衝衝衝衝 衝 哈哈 哈哈 哇這次走很遠喔 我 我成功了 你成功了 哈哈 真可愛 好來 哇 哈哈哈哈 不起來 哈哈 我以為想結構翻了 失敗了 想結構翻失敗了 喔喔喔喔 是誰是誰 誰來了 我真的覺得他爸很好笑 看起來靜靜的 倒是蠻敢玩的 喔喔喔喔喔 喔喔 媽媽喔 70歲的人要表演跳水囉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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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哈哈 哈哈哈哈 他爸很有趣 他爸 直到最後的時候 咻 超好笑的 我發瘋 阿翔媽又來了 你看他 你看他 他每次都這樣倒好笑 他連玩跳水 都覺得是一個很正直的人 好 這邊餐點滿便宜的 我們點這樣子 大概都是四五十K左右 平均價位大概五六十台幣 今天行程好玩嗎 好玩啊 好玩喔 帶你們玩刺激 有沒有覺得又年輕了十幾歲了 其實我覺得好像 魚爸是最開心 對這樣 熱氣球我覺得你滿開心 下午我覺得你爸很開心 我也來那個車 你做錢也滿好玩的 大概這樣子 我從下午 這樣子租五個小時 你知道多少錢 一台車可以嗎 八百 我們現在要離開那個 鵝鵝鵝 鵝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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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鵝 繼續去飄車 我爸滿喜歡的 今天行程他們應該很開心 其實這台車真的滿好玩的 對很好玩喔 肉也很享受這個感覺 牛 不為牛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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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前往下一個點的路上 我跟阿翔聊到 欸 你爸媽真的很厲害耶 我其實常常忘記 他們竟然都已經70歲了 因為他們總是可以跟我們到處一起崩 開著越野車到處去冒險 甚至還挑戰高空跳衰 不論是勇氣 體力 還有他們的精神 真的非常不簡單 其實會有這趟火車跨國之旅 還有一個原因 在出發的前幾個月 阿翔媽才剛做完白內障的手術 那時候我們就答應阿翔媽 手術結束之後 要帶她出國作為獎勵 於是就計畫了這趟火車跨國之旅 一起嘗試更多人生不同的體驗 好懷念喔 這應該是勇國我最喜歡的景點 勇國有蠻多很特殊的事情 對 他說25到30分鐘左右 一個20塊 門票費增加了 可是他還加了很多加固的東西 應該是這之前有發生過山崩嶺 我沒有印象這條路這麼不好做 沒問題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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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國進來寮國旅行 這裡還只是一個小小的村莊 但如今觀光客跟居民都變得好多了 城鎮也變得更加熱鬧 特別我們身為遊客 在旅遊上面感覺他們改變了好多 一年前我們來的時候 這裡最流行的是飄飄河 現在也換流行不同種體驗了 變成非常完整的套裝行程 我們也省去了很多做功課的步驟 可以玩的行程選項也變得更豐富了 看到這裡成長起來其實內心非常開心 讓我覺得最可貴的是 寮國人民的村莊 還是跟以前一樣 開開心心享受簡單平凡的快樂 路上的小孩看到遊客 都會很開心的跟你打招呼 希望未來我們第三訪回來寮國的時候 還能夠看到這樣珍貴的村莊跟友善 也希望寮國都可以往更好的方向繼續發展 其實今天的整天騎乘 讓我又懷念起寮國的感覺 很自由自在的感覺 比較沒有這麼多的規矩 對啊 今天好玩喔 好耶 其實是白的變化對不對 我也是啊 真的啊 我媽的心血也變化了 啊那個沙子啊 沒關係啦 而且你們這次有沒有覺得很特殊 就是你們沿路會一直看到很多小孩子 跟牛在那邊摔著 對啊 好多牛 特別的牛好像特別瘦 我覺得我會覺得很瘦 晚上帶他們來吃那種洛寇的食物 分量多 多到我爸媽小鎮開魚 五六十啊 我們吃比較便宜評價的小店 剛剛突然有一個姐姐說 好像快下雨了 結果我在夜市 他們全部就在收湯 然後我就看到天空 開始出現很多閃電 欸真的很多耶 有沒有 又來了又來了 真的是密度超高的 現在 兩國全部斷電了 好恐怖耶 你們是不是也斷電了 對 對 現在停的大雨 然後這條街全部消電了 喔 哇 為什麼沒有不去 哇 淹水了耶 淹水了 哇 都很像 嗯 我只在晃耶 好恐怖喔 我們之前也自己來 都沒有遇到這個地方 這是排多整齊的 這好可怕 太扯了 這雨好大喔 整條街都停電了 對 它就轉開了 剛剛我出來的時候 它那個電線起火了 電線起火了 我們今天可能就只能這樣睡 依靠一隻手機的燈 因為它跳起來好熱 快熱死 所以不能被嚇他耶 他會說幹嘛不開窗戶 因為遼闊這裡 窗戶都是沒有網子的 所以你開窗戶 我很知你今天就不用睡了 而且我還中感冒 我要戴口罩 這時候也感受到 電對我們的重要性 連畫屋都掛了 蛤 我吐鞋耶 那晚安 強迫睡覺 剛剛我們談到 昨天一夜暴風雨以後 完全沒事 然後我們現在發覺 後面有非常多的界線 非常複雜 我每次都不知道 他們不知道有什麼界線的 超猛的 可是還算沒有很複雜 我看過更複雜的 全部綁在一起 像死結一樣 然後很特別的是 我們昨晚也不是有條件嗎 今天早上我剛確認到 所以又突然吃電 好像現在重回來吃飯 還跟我說 對不起 現在沒辦法做冰塞 沒有電 原來果汁記憶哥 我突然想到 我當初記得 我們好像來姚柏 也是在萬榮這邊跳的 萬榮這邊的電力工藝 不是很穩定 很特別的地獄 好 那我們現在要離開萬榮了 其實我覺得萬榮這邊真的是 給我感覺是變化最多的地方 它真的是 成長非常非常的多 在跟四五年輕人比起來的 不論是玩法 這整個發展規模 跟人潮玩 完全不能比了 我覺得這邊很神奇的是 它感覺是被早期的一些 比較瘋狂的北包盒玩起來 在那邊玩飄飄河 然後到這麼快 就發展出了 各種的旅遊方式 我覺得很酷 然後我們現在打車 準備從萬榮去榮破坊 榮破坊其實是聊過以前的收集 比較便宜 文青 也有比較 然後也有一些不玩意點 都有比較便宜 冒險 好 我們現在回到萬榮車站 這場超還是重機超 這應該是重機超 是比較遠而已啊 重機你是沿路都在塞在嗎 爸爸你覺得呢 差不多啦 差不多了 我們就是跟著走 然後跟著吃 跟著晃 他們體育夠好 不然正常七十歲 也不可能為了我跟我做這個事情 不知道為什麼 這邊每次進來火車站 他們還會用一個X光機 像機場一樣的安檢 像那個外國人 我們還會檢查 不知道檢查怎麼出 好多次 我們有藍色 有紫色 然後我們現在搭的 這半一樣叫長藍 他們好像 遙過這邊有很多種不同的葉子 我們好像這樣子搭到同樣子 所以這台火車上 就是為了要開箱的火 可以去看自己人家的機器 會拿起到現在火車的色色 旁邊山景滿漂亮的 這邊一看自己也是滿漂亮的 好 前面這台應該是梅空河 想說我沒有搞錯的話 到隆坡邦了 頭都很下車 爆彈了 走一到達隆坡邦了 其實遼過的火車真的很新 然後它的座位 跟它的設計都滿舒服的 但是他們的火車站很方便是 他們有遼語 中文跟英文 然後發音也都非常的標準 然後這裡很多工作人員啦 售票人員 他們都會講中文 所以其實對我們來講滿方便的 比起他們每個車站都長一樣嘛 會長超像的 都好像很荒涼的地方 然後我們現在把整齊往東播放了 緊接著我們終於要進入 火車跨國之旅的最後一站了 這個時候站務員居然跟我們說 我們不能買這班火車的票 那你這邊就沒有辦法 訂到摩漢站那邊的票 是的 理由竟然是 到底我們能否順利通過 火車跨國的最終關卡呢? 有什麼車跨! 有什麼車跨! 有什麼車跨!